其实真正有本事的人,或许他们在很多时候不善于表达,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处境绝对有着深刻的意识,比如对于有的事情,他们都比一般人想得开,而且拿得起放得下,不会被自己的过去所纠缠,其实成为这样的人,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有必要的,但是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人呢? 其实也很简单,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,一个真正干大事的人,对待下面这几件事情一定很绝情,因此我们也要在这几件事情上面做到绝情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很绝情,每个人都有欲望,都是正常的,但是有些时候,我们想要的东西并不真正属于自己, 即使费尽心思地得到了自己,也会良心不安,最终他们也会离自己而去,有太多的人都乐于享受一时的成就感,但是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的,每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深刻的了解,自己能够承担多大的压力,没有金刚钻,就不要懒此气活,了解了自己之后,才知道什么东西自己能够争取到。 什么东西是自己这一生都争取不到的,我们都需要记住的是,属于你的东西,就要努力去争取,最终它也会来到你身边,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不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和精力,必须要对他们表现得很绝情,一个想成大事的人,必须具有这种魄力。 对过去的是绝情,曾国藩曾经说过,物来顺应,未来不赢,当时不杂,记过不练,再短短16个字,是曾国藩一生当中的经验心得,他非常的讨厌,那些做事通通图图,不容易下决定,做事拖拖拉拉的人,这16个字告诉我们,要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。 不要过分地去担忧,以后它会发生什么,我们也不要分心,干一行爱一行,我们要做好我们现在手头上的事情,做好当下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,不要再停留在过去,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,无论是好坏它都没有再回来的可能,也就是告诫我们,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用心好好的去做,不要去怀恋过去,对一些不重要的朋友要绝情。 现在都在提倡杜绝无效社交,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,有些是从小到大的同学,有些是前公司的同事,或者是小区的邻居等等。 各种交友软件的崛起,让很多人更加热衷于交朋友。 在中国很多人的观念中,朋友交得越多,就越有面子,他们很享受呼朋唤友的那种成就感,其实谭某某不知道,这些朋友都是酒肉朋友, 真正聪明的人,他们只会追求朋友的质量而非数量,或许他们在很多时候朋友只有寥寥几个,但却每一个都是能在你遇到麻烦时帮助你的人,因此减少社交时间。 只关注最重要的那些朋友,对没必要的人做到绝情,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提高自己,人脉是相对的。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,你的人脉自然也不会差,无情丢弃,不擅长地坚持。 著名作家池里说,人生可做的事情很多,但世上不知有多少聪明人,一生都没有做好一件事,人生苦短,不可能面面俱倒。 只要在某一个领域成为专家,就算是成功的人生,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,什么都懂,不管是谋生手段,还是事业有成,都是你所擅长的领域,长处是人生的一片沃土。 成功的种子就埋在这里,如果你在这里辛勤的耕耘,把你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,你就会获得成功,得到财富,这正是你人生的价值所在。 杨振宁青年时期喜爱物理,想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,1943年杨振宁赴美国留学时,就立志要写一篇实验物理论文,于是费米建议杨振宁先跟泰勒做些理论研究, 实验则可以到爱里逊的实验室去做,然而,在实验室工作的近20个月中,杨振宁的物理实验进行得非常不顺利, 做实验时常常发生爆炸,以至于当时实验室里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话,哪里有爆炸,哪里就有杨振宁,此时,杨振宁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的动手能力比别人差。 最终,杨振宁接受了泰勒的建议,放弃写实验论文,从此,他依然把主攻方向转至理论物理研究,最终于1957年10月与李正道联手摘取了该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, 每个人不管是在职场中,还是生活中,都要清晰自己的定位,了解自己的长与短,懂得取与舍,懂得专注,才更容易成大事。 对过去的自己,做到无情放下。 在扫读二里,刘德华从一个混混变成金融界成功人士。 靠的就是放下自己,你想要改变,想要成功,那就要彻底。 我有一个朋友上学的时候就是个小混混,不好好上学,更爱欺负人。 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心爱的女孩,可是那女孩说,我不要和混混做朋友,这句话让他知道了自己以前有多混蛋。 他痛定思痛,开始改过自新,每天学习到深夜,不出去玩也不去网吧了。 高考那年,他考上了和女孩一样的学校。 他说,我以前很混蛋,但是那个我已经不在了,现在我重新追求你,上个月,我刚参加了他们爱情长跑七年的婚礼。 真正能成大事的人,敢于放下曾经的自己,不颓废不沮丧,一切从头出发,你可以对自己的错误自责,但是没必要一生悔恨,如何改过,如何放下,这才是你真正的态度和方向,对自己无情,才能成就新的自己。 总结来看,这几个方面需要我们学会理性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冷漠无情,我们只是在道义的基础上,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选择。 只有掌握好什么时候需要决断,什么时候需要宽容,才能更好地面对人生的抉择,想要成就大事的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。 他们懂得什么时候该放手,什么时候该留恋,只有通过绝情和留情的平衡,才能找到自己的答案,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减少杂念,减轻心灵负担。 一段时间以来,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过得更加简单,轻松,经过思考,我认为放下一些烦恼,减少杂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。 我发现,拥有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只会给自己增添负担,而没有必要的负担,只会使我们无法前进,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我们应该干脆不要,我喜欢这样一句话,属于自己的。 拼死也要抓住,不属于自己的,丢掉也不联系,我们都有欲望,但要明确哪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,而哪些只是虚荣心在作祟,我想起了杨振俱金的故事, 他帮助了一个人,当上了公务员,而对方想报答他时,送来了金子,杨振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,并告诉对方,这样做是不对的,这让我深思省事之本,在于劫狱,要让自己身心自在,保持轻松的姿态,就要控制欲望,做到寡狱。 过去的事情,我们不需要再去想,我常常告诉自己,今日是,今日必。 这句老话告诉我们,要及时处理当下的事情,不要拖延,但是同样重要的是,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,就不要再纠结于此,一个人不能总活在过去,要把眼光放在当下和未来。 如果我们一直沉溺于过去,就会停滞不前,甚至倒退,永远无法取得进步,我们应该选择交友,而不是被交友选择。 朋友在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他们可以在关键时刻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,然而,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交往,尤其是那些只在利益和喝酒吃肉时出现的朋友。 曾国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他非常明白这一点,有人为了与他结交,七次上门拜访,却一直未能见到曾国藩,这是因为曾国藩意识到,这个人想见自己只是出于阿谀奉承的目的,所以干脆不见为好。 总结来看,我们需要做到在道义的基础上评价事物,然后做出拿得起放得下的决策,成就大事的人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,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要做到绝情,又在什么地方要做到留情,减少杂念,减轻心灵负担,我相信我们能够过上更加简单,轻松的生活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 读国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